你 去 于 老三 这匹马不错 父皇 儿臣重金购得这匹汗血宝马 早就该送入宫中 若非之前儿臣风寒未遇 不能入宫 崇阳宫宴那日便献上了 朕北征之时也曾嘱咐于你 让你不要整日埋首纸堆 要精于其数 今日便是考教你的禁忆 去试试 大哥 试试 太子至今无法驾棋 皆是而等教术无方 皇上恕罪 父皇 儿臣愿意一事 大哥 这马性子烈 你素日不善骑射 还是换一匹吧 换什么 一国储君 一匹马都驾驭不了 日后怎么统御臣宫 恩责四方 就是他 是 师父 去吧 大哥 不用怕 来 我扶你 这么够啊 可以 不行不行 不行 帮忙 来 叫叫叫叫 走 你 还没准备好呢 大哥 别露气啊 把背挺起来 小心 那怎么走了 拿手来 救我 驾 快救我 救我呀 大哥小心 来 爹 你没事吧 爹 你没事吧 混账 叫你大话 叫你狂行大话 惨重 伤我大哥 该死 混账 二哥 万万不可 护驾 黄爷爷 小心 皇上受精 为啥来迟 免礼 父皇 父皇莫慌 孩儿无恙 好大的胆子 那是比风马 竟如烈火 你也敢上 黄爷爷 我这不好好的吗 平日我叫你多加练习 朕的儿子 哪个不是能闻膳子 偏你如此吃肥无用 怎么当着老子的 还让我这宝贝孙子上前救你 父皇息怒 都是儿臣的错 太子身陷险险 儿等皆不能救 要儿等何用啊 拖下去 是 活着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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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敢劝者必当重罚 自即日起 上时局 每日减少太子恭善 三个月后 若还是如此肥吃无用 无法御马 儿等 提头来见 是 爹 我 爹 我 我远在封地便听闻镜中多了一位俊才 今日一见 果然鹦鹉远胜常人 难怪独得胜心 破格捉拔 汉王谬散 臣愧不敢当 慢着 運命 啊 这 这 握啊 哎哟 啊 殿下 怎么了 不是 慧宫 慢点 慢点 太子殿下不愿尽善 长此以往恐身子受不住 今日召集诸位 便是要大家轮流为太子之善 谁能为东宫解忧 太子妃重重有赏 否则太子身体有恙 上识局上下 都难逃惩罚 可是太子一日无肉不欢 食量又大 今陛下严令禁止肉食 这如何能使得吗 是啊 胡思善和王思善都试过 可不论如何烹制 太子就是识不下音 如果我们去试 能胜过两位思善吗 你们都是从各地 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雏娘 大明国土广博 菜式丰富 其诗广义未必无法 试都不试 就要放弃嘛 看看这个 哎呀 喂 啊 啊 殿下 要不您尝尝这道菜 嗯 殿下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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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翠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那盘炒青菜是如何获得太子青睐的 是啊 告诉人吧 你快告诉我们 快说呀 是啊 是啊 告诉我们呗 这可是机密 如何能言 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快说嘛 拿下 大人 尤大人 恕我斗胆 这要是尚识局 您为何突然无故闯入 张 大人 尤大人 大人 尤大人 大人 大人 尤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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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萍 子萍 大人 锦衣卫 掌巡查缉捕之权 宫中人人敬畏 可这是内庭 您不能无缘无故 在这直四行 您是谁 大人 你刚才说什么 回大人 工碧犯错 您交给工证司处置 请您高抬贵手 大人 大人 当年太祖一怒 要罚工碧 肖死皇后 恐陛下圣怒 坚持交去工证司 肖死皇后尚且如此 若大人要在后宫执司刑 便是犯了宫规 备了祖训 大人是天子尽臣 更应该秉公办理才是 大人 他刚才说 明明怕得发抖还要抬口阻我 你这脖子到底有多硬 我也很想一诗 坦条也不过如此 天下可怜人千千万 又能管得到几个 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一起带回去 是 尤大人 好大的威风啊 尚时大人 尤大人 简在地心 地位超群 但这里是尚时局 专为陛下烹饪膳食之所 果真有错 轻者送去工证司 重者由私立件处置 何老锦衣卫干预 给他们看 圣上早有名指 卓锦一位严密护卫东宫 事关太子身体康泰 重视一茶一饭的小事 也要禀到圣上再说 如今你等为太子 供应荤室 便是忤逆圣旨 带走 慢着 他们都是为太子 轰刃膳食的刨除 你们把人都带走了 太子今日的晚膳 你们来做吗 尤大人 看来今天你只能带走一个人了 好 那我就在这儿看着 诸位是如何遵从圣旨的 不过我有言在先 太子殿下的膳食里 不得有婚食 若再敢忤逆圣意 怕是梦上事也担待不及 莫要误了太子用膳的时辰 还不准备 尤大人这是何意 孟上时不是亲口说了 这些人都有用 若世事都要三个女官帮忙的话 那他们不都是废人吗 不如一并交给我 带回镇府私域 还不知善 身为刨处 就算刀斧加身 也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 从现在开始 大家都为各宫准备膳食 至于太子的晚膳 我来吧 宫准备膳食 不可 岳使 岳使 如果没有 也准备膳食 意外地 不叫 宫准备膳食 刀斧 开始至善 是 我们准备做什么 至善之时 要集中注意力 若是误了各公主子的晚善 等不到公正司 我会亲自惩罚 要是我们失败了 后果会怎么样 今日至宿斩 我来你试单 子萍 你做宿面 我来你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谢大人 客气了 走吧 火太旺 熏眼睛 火太旺 火太旺 火烧 火石 火烧 大人 莫非十顿的女子 为之多罪 这批小宫壁 入宫为酒吧 游大人 太子已用过晚膳 我们也没有任何违宁圣旨的地方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大人 这桃罐里是今天煮面的圆汤 果然色泽乳白 气味浓郁 你说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 这里能有什么玄机 不过是寻常用的汤料罢了 真要我当面拆穿吗 你到底用什么煮汤的 子萍 她有个习惯 喜欢将剩余的食材收集起来 尤其是像鸡 鸭 猪 鱼 剃肉后的骨头 甚至是虾头虾脑 将这些食材收集起来调成汤 就是白水面 味道也是极为鲜美的 殷子萍 我有言在先 忤逆圣旨 其罪当诛 拿下 游大人 大人不再调查清楚吗 大人不再调查清楚吗 大人 这是清水汤面 并无仙汤来调 子萍 大人 大人 白水面 就是清水煮面 并无仙汤来调 是大人误会了 游大人 告辞了 大人还有何吩咐啊 老子 � 嘀 rud 其者明王之所以仅 浑音之使者 众似须之道也 佳之龙替国之心肺 于丝溪焰 于乎闺门之内 修身之交其 交其 续身之灾 别动 别动 你这也太小了 银银浅浅 银浅浅浅 子子喧喧烈火燎原 我来 每天晚上都出来说 你也不想想 皇宫每年派专使去各地收 数千只则其一送给皇太孙 他既然没怪碎 你就别费那劲了 区区以轻为上的 你这只半字不黄的 个头又小 可糊弄不了人 你还这样这个 回去吧 走了 大人 张鹤招出新刺 所以太子之事无设 却也招出一桩大事 他在任户部之前 曾在礼部应差 当时依皇命议定公关女职 随凤于宦官前往财选之时 收受贿赂 准人冒名 算算时间 臣已住了宫 茶 是 她没有人 证明 没有人 她不得了 她不得了 我听说你 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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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了 多谢 除了要核对名录 尤大人还有几句话要问 不麻烦吧 即便是功臣勋贵 皇亲国戚 锦衣卫也可缉捕训问 何况我这小小的上师局 尤大人想问 想审 都请自便 不过呢 他们还要给后宫的主子们准备晚膳 误了时辰 上师局也不好交代 那是自然 少赔了 姓申名谁 祖籍何处 赵家敏 十七 原 原籍江系广信府易阳县人 家中三代建英九楼 王淑华 十六 原籍浙江秀水县 祖母是上师局方规的工壁 我的厨艺便是自小香台学的 最擅长制糕点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依照规矩进宫的 大人 有没有 那自有人会一一去你们户籍查队 下一个 苏月华 年十八 浙江省杭州府任何县人 苏姑娘似乎不止精通杭州财 回大人的话 苏东破任杭州支州时 有一年连日暴雨 西湖泛滥 他指挥百姓驻地修桥 顺利渡过了水灾 我家先祖代表杭州父老 送去了制蟹的红烧肉和豆羹 地对冲金光似玉 杀品煮豆软如酥 说的便是这碗豆羹 后来我们苏家全国奔走 代代皆出名处 我常年跟在父亲身边 出入名流府邸烹制菜肴 游大人 诸是觉得我冒名顶替 大可请人来问 你来 因子平 年十七 南之立苏州府人 祖父曾服役光禄寺 后来去世后家道中落 那你呢 回游大人 紫荆跟我同岁同吉 世间的真凶美味 就没有太不擅长的 不比他苏家差 这么差能查出什么来啊 你们快些核对 我们待会儿还要进去做晚膳呢 游大人 大致上与陵露和画像相符 今天还要去尚公局 我们走吧 真是奇了 大人在怀疑什么 光禄寺的主意常年专做一道菜肴 做到极致便能傲视大人 极 走吧 尚识局近年来已贯通各大菜系组成 才能压住光禄寺的名头 但是各自精通的名堂 还是自家祖传的菜色 这姚姑娘的名录上 分明写着她祖父是智氏的国子健兼成 父亲则是个不入流的简教 自小随着亲生母亲习得厨艺 一个足不出祸的闺门女子 又不是厨己 如和彤底蕴身后的苏氏一样 善烹天下真羞呢 这 你在京城的川菜馆子 能叫到东坡肉吗 即刻快马赶去苏州府 由何人举荐何人教导 又是谁人送入宫中 一一查识以报 是 小蝉猫 是因为还在查吗 和宫都查遍了 查识了 有一个茂名顶替入宫的 皇上龙颜震怒 田令彻查 绝对不顾喜 好吃吗 可香了 大人 当年那家 是 是 在盖虎 他们家的女人 整日里涂脂抹粉的 一看便不是什么正经人 她的丈夫 不知从何处得来的消息 说是天使大人 要来苏州府收圈圈 便动了心思 倾家荡产去乡间 高价收了一只圈圈 想讨好上官 拖了剑籍 您别说 还真让她寻着了 他们家那只圈圈 是勇猛善战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 下说什么呢 谁下说了 继续 他们家那个小儿子 甚是顽皮 一不小心 竟把那圈圈给放好了 消息一早就传出去了 这县官李虚的 能饶了他们 第二天一早 我过去瞧 那就要一个惨哪 那女人上吊男人头颈 就连那小儿子 也跟着去了 这家人尚有一女 对 那个女孩七八岁的样子 也不知怎么她 她就逃过了一劫 收拾的时候 跪在她爹娘面前 哭得是死去活来 谁也扯不起来 后来 就被人给带走了 继续说 她同谁一块走了 还能同谁一块走啊 哎呀 这盖户出身的 还能去哪儿呀 好些都被那 跑船的渔户给带走了 长大了就在船当仓 哎 不过 那个小丫头 运气挺好的 被扬州一家人瞧上了 十几罐替她收了个诗 然后就直接带走了 哎 将来 当个兽马 也是个出路不是 所有典选的宦官官员 所有公毕的亲族 揭一口咬定无人冒名 你们是如何确认的 锦衣卫大人四处查访 说是苏州府友人母 冒名入宫 我仔细看她的画像的眉眼 她确实有几分相似了 啊 大人 真有赏钱吗 苏州府此番入宫共有二人 两张画像你都说像 到底是哪一个 这 这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都长得像花儿一样 你让我见到真人 我一定能认出来 大人 卑职调出姚子巾内学堂的稿卷 又审问了当初 负责教育的工毕 说她琴棋书画 销馆敌贤不在画像 兽马自想受到精心调教 这没错 大人 画像辩人会有疏漏 但另一证人也一并带来了 拿人 是 还头疼啊 快快快 去歇会儿 好吗 转过来 我给你揉一下 好点了吗 行了 我给你倒点水喝 你说你啊 明明身体不舒服 还要逞强 点善之味对你来说 真的那么重要吗 重要 非常重要 挺好的 特性们 被有伍兴来说 银子巾 你硬抢 你竟为了点善之位 想要杀我 你干吗要对我这么好 有怪就怪你自己 你不该这么善良 不该这么愚蠢 善良 不能没有底线 更不能养虎为患 你千不敢 万不敢 把一个真心带你的人 当成傻子 我救你吧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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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不要 不然 你不要 我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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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儿要见你 看清楚 是他吗 看清楚 是他吗 是 想 这也是十几年不见了 样子倒是像的 十多年不曾见过 都能认得出来 看来赏金的魅力确实很大呀 尤大人 您看这 大人 人来了 带上来 见娘 你可看清楚 当年从你家逃跑的那个女孩 是他吗 回大人 眉眼有三分相似 你再仔细看清楚了 大人 那女孩八岁来我家中 我手把手叫她弹琴唱曲 可她天生愚钝 又性格古怪 怎么都教不会 我便花钱再买了人来 只教她做一些杂事 结果一时疏忽竟给逃了 找遍码头街巷都没找到 要知是不是 倒也不难 小夫人斗胆 请姑娘见谅 现在认罪 或可减轻刑罚 那女孩左手手掌有颗黑痣 我记得真切 就在这里 不用拉拉扯手 我自己来 看吧 对不住了姑娘 是小夫人唐突 真相大白就好 廖公正 圣上是说过 天下无仅一位不能去的地方 也无仅一位不能缉拿的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可以随意地缉拿无辜 这一回 若是我再忍了 尚识局的颜面何存 这都是一场误会 有人冒名入宫 万一涂抹不轨呢 涉及皇室安危 轻易怠慢不得 廖公正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若你们还是不依不饶 在这里搜查 我们的差事还办不办 尚识局没有仙人 看什么看 都会去办自己的差事 尤大人 自从昭贤妃去后 宫室多半由太子妃代管 这孟上时 向来得太子妃青睐 我本打算 查清楚了再向您禀报 可如今 孟上时 你可向我保证 尚识局真没有冒击之 自然没有 好 既然有孟上时担保 我当然得相信 不过将来 若是有人发现 尚识局真有冒名公毙的话 孟上时可要一同治罪啊 查都查了 多说无意 刘大人 请吧 удь 请 小女官长事事 公正司执法严敏 如今后继无人 真是越法不堪了 早在宏雾年间 司传辩长 喷袍 调和 饮善之时 尚时局竟善时 便是寻了太祖时期的旧礼 现在却被人冠以夺权之命 尚时局尚且如此 何况是其他的姐妹们 如今的六局一丝 往日微风 不复存矣 若是仁孝皇后还在 就好了 好了 你们随我来 故善养幸者 先机而食 食无令保 先渴而饮 饮无令过 食欲数而少 不欲对而多 山药面 补 补须雷 一元气 六斤白面 鸡子白十个 生姜汁 生姜汁 在想什么 游大人 今后不必每日去四要四戒约了 大人好意 奴婢心里呢 怎么 一本书只要经过我手 骗觉得肮脏了吗 大人误会了 此卷奴婢已看过了 都记在心里了 不必再看 我不信 草姜汤 和脾胃 禁饮食 破气汤 致原葬虚弱 腹痛 胸隔壁闷 跪沉浆 去世煮饮 顺气 生经止渴 大人慢走 不送 善房重地 有大人若无他事 还请不要善入 今日是腊疤 也是我的生辰 我的长寿面呢 今日陛下赐群臣 腊疤面 一惯例是由光禄寺被办的 我要的不是腊疤面 是我的长寿面 这次你会回答 在此后 我去你的 我去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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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在哪儿 我去救生 阻人 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公直肃为师的膳食 小点声 阎王都来敲门了 你还不赶紧躲得远远的 你嫌命长啊 别说了 你打发走不就完了 你还给握个鸡蛋 你怕它来不上你啊 小时候我过生辰的时候 我娘就是这么给我做的 那以后我要是过生辰 你也得这么给我做 到时候我给你握个蛋 小时 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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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着点 那边那边 来 来 跟我 这边 过去一个 防着点 没事没事 来来来 拉着 拉着 好厉害啊 来 拉着 来 拉着 她们都不中用 你来陪我踢 承过来 承过来 子萍 太子妃有言在先 球场上不论身份 只论输赢 吴才人 她性子娇满 你上场让着她 记住了 记住了 教你呢 我可过来 她性子娇满 教你呢 我可过来 去 去吧 给我 防着点她 给我 姚姑娘 您瞧见庄妃娘娘了吗 庄妃娘娘 给 去 我四处都寻了 都没有人有 您能否帮我找一找 千万别生长 是 看给我啊 接着 这边 这边 拦住她 来来来 快接着 接住 你看 继续 来 进来 快快快快来 宝贝好 哇 再来再来 好 好 专妃娘娘 今天是少元节 我 娘娘 阿金在四处寻你呢 多谢 我在这儿 庄妃娘娘 娘娘 可怜 夫人 您这边请 那咱们去看看 您小心脚下 做了什么亏心事 来 刚才那位 是太子妃的母亲庞生伯夫人 为人最是严厉 要是被她撞见 你偷跑出来凑热闹 定要狠狠惩罚你一顿 尤大人 今日女官有一热恩价 准许出来看庆典 倒是尤大人为何会在此呢 身为皇家英犬 又有什么差事 比守在皇帝病榻身边更重要呢 皇宫中的每一个人 哭哭啼啼地装飞 还有你 一个满身秘密的女官 一言一行皆记录在侧 所以 千万不要犯错 大人 你我从前可否相识 当然没有 是要站着干什么 还不快走 是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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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过来 这 这 这边 你拦住它 您坐 接着 再来再来 这边 这边 那边广场上有表演幻术的 派孙妃不如陪我去看看 去吧 注意 放手 那我也去看一看 少陪 给我 这边 这边 她是个温柔善良的孩子 母亲 您这是何必呢 天下间 谁会比我亲自挑选的女孩更好 你们都见过她 连皇上都亲口答应了婚事 人人皆知 她才是真正的太孙妃 谁知道陛下听信方氏之言 尽出尔反尔 改立了此女 成婚这么久 都未曾生下子嗣 还祥瑞 根本是个不吉利的女子 远远比不上 母亲 走 走 拿花刀给我 走 走了 走了 殿下 圣上邀您在城楼上看灯 您这一转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让圣上直到以后 又该责罚您了 殿下 今天是上园灯节 宫女们都去看灯了 姚姑娘准备来 您瞧 我说什么来着 没来吧 殿下 殿下 不准跟来 好 好厉害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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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天下 我觉得他好像很喜欢你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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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娘娘不常用夜食 梦尚时 紧取了熟玉片 并匪子杏仁 入酱料威艰 再配以香琴避剑 可贱疲何味 安神助眠 请皇后娘娘用膳 还记得我们的赌注吗 傻姑娘 你这是何苦啊 谁能与皇家相抗 再这样降之下去 天下间 谁能救你 太子妃 太子妃息怒 待我慢慢劝说 她会回心转意的 世人一出生 便犹如在繁荣之中 要想得反自然 除非化作一泡黄土 你半年一语不发 终日对着这旧疮 莫非你真的以为 自己可以超脱这世外吗 可以取代你的人 犹如过疆之计 只是 我不容许反抗 更不容许有人对我说不 太子妃 阿黎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 是个守礼术懂规矩的好姑娘 请您看在我的薄面 再给她一个机会 傻孩子 不肯入宫 便只于两条路 出家 或死 你这般年轻 难道真的要绞了头发 一辈子 常伴清灯古佛吗 太子妃 你 破我若公 就不怕引来祸患 名分已定 我劝你不要痴心妄想 老老实实地做你的太孙嫔 可我不甘心 可我不甘心 敢赌吗 等你识得这至尊至贵处的繁华 又见过我的儿子 一切的不甘心都会化足乌有 到时候 我等你来求我 给你这个分点 给你这个分点 你入宫也有些时日了 可知道 何为天下至尊之处 回皇后娘娘的话 所谓皇室 富贵荣华 至高权力 世间再无出其佑者 可曾见过太子 太子殿下 英明 睿智 聪慧决断 更有一颗 爱名续名的人心 明日我就瞎指 封你为太子嫔 奴婢 多谢皇后娘娘美意 请娘娘收回成名 你说什么 奴婢福气浅薄 亏不敢受 眼见皇权 不目皇权 使得荣华不限荣华 你倒是自在 可是你与他之间 有上天注定的缘分 你也舍得一并斩断吗 奴婢 初入宫时 始终心头有怨 可与殿下 朝夕相处 一腔冰雪 也皆因他而化 娘娘 奴婢真心倾慕殿下 可情意 与自由 终要做出抉择 奴婢不愿为妃 请娘娘成全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娘娘当初答应了奴婢 会放了我的 竟敢放肆地在我面前 如此说话 我是这后宫的主宰 只要我不放你走 你便要公顺地在这后宫 做你的太子嫔 为皇室绵延子嗣 奴婢幼稚 余婉 不明义理 更不配服侍殿下 竟敢如此大胆地说出这种话 你的骨头再硬 硬不过锋利的刀斧 你的意志再坚定 撼动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 你之所以能够这样对我说话 无非是利用了我的宽容和怜悯 等你把我最后一点耐心都耗没了 你的兄长 你孙氏九族 便会在瞬间 倾覆不存 世人皆说 皇后娘娘 温柔宽和 可他们都看错了您 您的意志 远比任何男人都坚决 决断 也远非成人可比 可是 于心之所向 纵久死而不悔 奴婢告退 皇后娘娘 此必如此无礼 您不该再宽恕她了 您不该再宽恕她了 果然软糯香甜 酥脆可口 我先要不怕她 您不该再宽恕她 您不该再宽恕她 那她说了 我们的事 我们的事 你们的事 都没有了 我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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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安排 对不起 我把你吓着了 多吃点 真生气了 好了好了 杨棺的真巧啊 又见面了 如今尚在孝齐陛下都在入宿 你这畜生也得受罚 这是太子的厌谈 大人怎能随意责罚 皇帝都在守孝 太子怎能例外 给我 尤大人 鸟非常空 鱼游潜底 这些都是世间常理 大人怎么不去上陵院 逼着虎豹也跟着吃斋呢 帮助庄妃达成心愿 又借皇太子之手 顺利渡过难关 真是好手段 只是处心积虑谋夺东宫之心 却又在大获全胜之时 不惜坦诚一切自毁长城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等于将太子推回到了胡氏身边 大人连东宫都要监视 到底是谁给予的胆量 皇上 我这可不是监视 我要升官自然要讨好太子 我了解他怎么行呢 原来大人的秘密比我还多 那么两个满身秘密的人 能不能合作呢 大人玩笑了 锦衣卫的活 我可干不来 你的敌人不好对付 我怕你还为站稳脚跟便先丢了性命 好好考虑清楚 我等你的答复 想哭的时候只会笑 真是笨得很 我等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让你去睡啊 深夜了 尤大人就是当职 也不该四处乱走啊 我的提议 考虑好了吗 我拒绝 旁人夺你身份地位 你不愿 不愿啊 胡氏威胁你的性命你不恨 不恨 你以为躲在灶间便能避开土刀 你不会当真如此天真吧 这是我的事 不劳大人费心 我不信 不信什么 我不信有人被剥夺一切 依旧心平气和 我不信你濒临绝境还能不怨不恨 你为何如此平静 我 总有一死 我死不明目 你和胡氏命中注定只能获一人 所以才会放弃吗 那大人 又为何如此憎恶朱瞻基呢 审辩天下可疑之人 便是再穷凶极恶的盗贼 狡猾艰险的剧度 到我手中都乖乖顺服 生凭第一次被一个女子审问 我不过是奉命监察东宫 何谈个人恩怨 我不知太子与大人有何冤仇 但常言道 殊不见亲 远不见尽 大人以臣子之身 安能窥探东宫之事 离见天家父子之情 望大人三思而行 你还要护着他 有些人可真走运啊 打小便是先帝钦定的继承人 万千宠爱于一身 就连被抛弃的媳妇 也如此地宽厚善良 着实难得 难得 好 你做你的菩萨 我做我的罗刹 咱们各行各路 请问瑶掌善在吗 我是 梦尚时也我吩咐 请姑娘随我来 是 不是 人家 有什么事 不是 确实没有 皇上用膳呢 那来烧化的定是御前的人 你看 你这靴子上满是泥 也配在皇上面前伺候啊 来人 来 来人 有资格 来人 天 女人 IF J J 走 走 走 还有一个人 梅下有黑痣 个头矮小 往那边去了 还不快追 是 我说什么来着 你再怎么退让人家还是容不下你 现在不就来了吗 来 多谢尤大人 怎么谢 谢 爹 越擦越多怎么见人 现在呢 还能看见吗 还不快去 还不快去 怎么啦小石 让我看看 还动 我看看 怎么回事 小石 小石 阿珊 小石 别过来 阿珊 都让开 阿珊 小石 你起来 等一下 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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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宣太医 是 阿珊 喜 伏锁喜悦 延进任何人进出 是 魏王出门前可有异样 没有啊 殿下刚刚还好好的 这 这是怎么了 是鹿角菜 陛下 一定是鹿角菜的缘故 谁准你胡说八道 鹿角菜长于山影 难免沾染蛇虫毒液 需得绿豆汤烫后方可食用 如今魏王殿下中毒 神 怕是他们疏忽了这一地 陛下 除下至善计小心谨慎 断不会出如此大错 还是赶紧请太医 给魏王殿下诊治 所有舍师抛出 一力拿下 今日谁做的鹿角菜 他们 发生什么事了 带走 你们不要 走 我干什么呀 走 快走 我干什么了 放开 放开我 少废话 我们到底犯什么事了 放开我 这是怎么回事 放开我 姐姐 去不得 取不得 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 我 胡尚时 今日之时 胡尚时 送来的新鲜鹿角菜 他们全部都用绿豆汤烫过的 孟尚时和紫萍是被冤枉的 自己都是死里逃生 还有空关心他人生死 你还真是一个非同寻常之人呢 你我之间的恩怨 毕竟与公事无关 孟尚时等人入狱 尚时局必定名声大损 那近御善的差事 必定为上善剑所夺 那这对您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孟尚时治下无方 这才出成大错 待我将来正式接掌 定会夺回济山之权 无需你一个萧萧掌善智慧 可简一卫 并未从其余的鹿角菜上 查出任何问题 你怎能如此 蛇虫爬过 毒液残留 谁又能保证 魏王服用的那点没有问题呢 月华 你一直都在擅放 应当亲眼瞧见 所有的鹿角菜 都用绿豆水清过毒的 我什么都没看见 月华 那道菜的扇牌上 只有殷子萍与方寒英 倒让你逃过一劫 但你别忘了 今后没有梦上是保你 你若是再不分尊卑的前来挑衅 你再不分尊卑的前来挑衅 你若是再不分尊卑的前来挑衅 你若是再不分尊卑的前来挑衅 休怪我无情 月华 你再不分尊卑的前来挑衅 休怪我无情 休怪我 alamual ank 皇后娘 尚事局有冤 要当面沉奏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来来皇后一丈 她不退下去 皇后娘娘 尚事局有冤屈 请皇后娘娘伸冤 来人 把她拖下去 娘娘 太祖皇帝 于武门外涉骨 允许天下冤屈者 面胜宿冤 孝司皇后 人孝皇后 都效仿朝廷 于后宫广开沿路 平反冤屈 可如今 月区就在皇后娘娘面前 娘娘怎么做事不管 还不堵住她的嘴 皇后娘娘 慢着 奴婢参见皇后娘娘 孟师一时疏漏 犯下大错 你还在这里替她申冤 带走 胡少使 皇后娘娘面前 岂容你断言 果真没有冤屈 为何不容我分辨 还不带法 胡少使 皇后娘娘 妾不听此女妖言霍众 她正是孟师党女 才会千方百计替她开脱 奴婢这就送她去公正司 以警校友 她刚才提到了 孝慈皇后 仁孝皇后 若不听她申冤 倒是我不仁不辞了 娘娘 太子皇帝早有名言 有大冤及机密重情者 方可喊冤 后宫中 仍不断有人 故意诬告 牵连无辜 她的话怎能才行 况此人殿前喊冤 冲撞奉嫁 触犯公规 冲撞奉嫁 奴婢甘愿领罚 只求皇后娘娘身冤 你可要想好了 若是受刑时反悔 便以无故滋事论处 到了那时候 要将你送去公正司 嘉义等制作 求皇后娘娘成全 娘娘 好 我成全你 你为了救孟尚时 和殷子平 竟甘愿承受账责 值得吗 做该做的事 求该救的人 不管何种后果 我甘愿领受 这有什么值不值得 公正司手下的账 可厉害得及 刚才我跟他们说了 皇后娘娘不想再见到你 你能熬得住吗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会奏请皇后娘娘 逐你出宫 留你一条命 那杀人的宦官 不就是你派来的吗 阴差阳错 反容我逃过一劫 事到如今 干嘛还要再说违心的话呢 我不想亲眼看到你死 只是 只是命 来 生了几张 才六张 区区六张你也受不了了 再来四张 世辰不会再有你这个人 来 再来四张 只要你肯低头求饶 说一声你错了 这杖性 你便能活着爱过 六张 一步 それ梅州 敢问大人 我何作之忧 明明通小事里 勘套人性之恶 却还是为救他人 不顾自家性命 这还不顾错吗 你要是再不知回首 纵然我救你一次 很快你便会重蹈覆辙 而我从不就主动 徇死之人 不知好歹 大人 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谁知道气性这么大 大人 这么不听话的女人 死就死了吧 何必挂在心上呢 自许死了 不 啊 告诫你一次又一次 为何就是不听劝告 大人 住手 姑娘 你只要说一声 殿下自然会救你 多谢你的好意 还有两张 我受得起 不用你开口求情 你哪怕抬起头 看殿下一眼 就算是服个软 殿下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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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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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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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陛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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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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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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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只会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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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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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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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志愿者 殿下 再来 文字幕志愿者 竟没有人认真地去看 你看我们两个病人 连打架都不痛快 等你伤势痊愈了 我们再逼 是 大人 您也受伤了 没事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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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还要去什么地方 还要去什么地方 我出去走走 大人 您跑哪儿 属下到处寻不见您 南京有急报 这么重要的事 还不报给东宫吗 现在 对 现在 您在 殿下 现有一事就许你知晓 你需要我相助 是我在帮助您 殿下 殿下 进来 殿下 进来 是 紫禁 你说的事我会吩咐下去 你放心去坐 嗯 走 殿下 这一去 晚上是回不来了 您也早先安置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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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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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是被太后知道 肯定要大发雷霆了呀 皇兄是江国 托付于我 我才是江国 托他动不动羞辱我 欺人太适 拼击辞辰 王爷先生 歌枪有耳 滚 滚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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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小心啊 你不遵荒谬 跑来这儿干什么 王爷 想请你帮个忙 干什么 放开我 干什么 我不吃了 我 我 你 马上 走 放开我 好好好 你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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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金 你亲自去一趟昆宁宫 挑选一些皇后遇寒的衣物 还有她爱用的糕点 一方缺一少时 最近天气又凉了 是啊 此今姐姐 此今姐姐 住手 要干什么 皇后在哪里 débord 娘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要伤害他们 我随你去 阿金 大人 如今已击退了 护卫进宫的新军委 控制了进宫和皇城 皇城内有不少薰贵 率亲信护员侧应 依附运筹为我多年 岂能毫无准备 可想皇帝以为 铲除汉王室里边的万事大击 殊不知皇雀在后 可是 相往朱瞻善不知所松 全城搜捕 是 皇后 来人 别动 皇后晕倒了 快来人 招惹什么 皇后正在发高热 快去醒太医来 愣着干什么 不是要把皇后当作人质吗 她若死了 你们拿什么来交代 快去 还有 把皇后的婢女也一起叫进来 大人 大人 皇后突然恶急 看似病得不轻 我 胃下的药都吐了 这是刚梦脏的衣服 小宋求救密信啊 拿下 皇后 你在发热啊 别靠近我 我看看 你们只是控制住了兴师 大明各阵 兵马百万 天下还没有握在你们手里呢 皇后对你们还有用 去醒太医来 病房多恶症 皇后的病来是凶猛 万一传染 你也会陪着一起死 马上跟我走 请太医 是 若不是她 今日的大明皇后就是你了 你竟然还护着她 真是天下气温 皇后 她身份尊贵 却已身犯险 若不是来了病房 她也不会染病 此事传出去也是天下气温 不多我一见 自寻死路 大人高官厚禄 前程远大 不也甘冒其险 参与谋逆 不也是自寻死路吗 你我之间 还未好好说过一句话呢 我甚少与人争计 这么说是我的错了 若出瞻基回不来 大明朝换了新皇帝 你待如何 你待如何 你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最实施我 你是不会替朱战基陪葬的 一切的磨难 嫁住我身 我能忍耐 我愿忍耐 只因那个人是朱战基 尽此而已 可惜的是 这番话 我没有机会亲口对他说了 太医 太医 不只是 这个人是ط民主权的 我认识你 你认识你 愿人都不是 你认识你 你认识你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就是这样子 Freddy 还没有 我认识你 好 好儿子 这次多亏你了 走 随父王去青宁宫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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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是 汪月 黄车被纪委军包围了 什么 朱高岁 我儿子出征在外 敢将一切都交付于我 你真以为我多年辅佐先帝 是个摆设吗 不信 你自己出去看看 那就劳烦太后 亲自送我们出去 陆后 向王可闹不出这么大的动静 真正只会进军的人 现在可以现身了吧 朱瞻鸡 三叔 你不是要与亲人相聚吗 为了不让你失望 我把二叔也带回来了 小子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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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戒 驾 撤回城中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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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叔 有一番是不是同你说 待控制了京师 便找个借口 将汉王骗入宫 刺激除掉 让你登基 老三 他跟我说 你已被挟持入京 只要我挥石北上 他便将杀害太后的罪名 落在你头上 到时候 我可成为清君策的贤王 待汉王入京 有一番便会杀了汉王嫁祸于你 然后恢复他的身份 成为真正的赢家 你们二人 不过是他的棋子罢了 一番 一番 这是真的吗 你这个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的小人 你忘了之前我是怎么对你的 你今天竟然敢背叛我 一夫待我是好 当年把我生入狼群 又特意折返救我 尚在智灵孤身四郎 你的恩德 我真是永世难忘 陛下 我 我是被他挟持的 全是他策划的 我是被他挟迫才会犯下这大错的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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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救我啊陛下 陛下 陛下 陛下救我啊陛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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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一起毁灭 报应 运过报应 刘亦帆 不 朱瞻礼 放了太后 朱瞻基 说你是我 你会放手吗 你会放手 大人小心 太后 朱瞻 没事吧 没事 送太后回去 是 陛下 放箭 慢点 朱要活口 大人 朱瞻基 小小小 你我同为天家血脉 都是黄爷爷的孙子 你从一出生就备受宠爱 而我却屡次不顾生死救他性命 朱瞻基 你我同为天家血脉 都是黄爷爷的孙子 你从一出生就备受宠爱 为何 若论文治武功心智谋略 我有何处选择于你 你可以做一个贤明之君 受万人称颂 而我却要手染血污 永生有时受人唾骂 为何 北伐兴兵百姓苦 大四千都百姓苦 千里操运百姓更苦 公义繁重 积锦连年 而他们 身为朱家子孙 为了帝位权势 同事操戈 杀戮不休 可曾有谁说过一句 他争这个皇位 只为匡扶设计拯救灾离 一个个贪婪浑庸 师位素餐 却畏居宗使事项碎鹿 为何 皇爷爷亲历行阵 难道他不想当一个太平的皇帝 做一个无忧的天子吗 只是漠北难平 边疆百姓难安 河道不清 运河不兴 不远万里 前世四处 绝非图一时一世之功 皇爷爷要保的 是颜绵国座 求的是万世之力 这天下人人都可以误解他 唯独你我不行 至于皇室顽疾 皇爷爷不舍朕来舍 不振动 怎么回事 为何 朕要留你 董皇爷爷之汉者 天下又有几个 他要的是海燕和清 盛世太平 朕要留着你亲眼见证 朕礼大人 林中 杀妻之人 千刀万剐 那么师父之人 又该当何罪呢 珍婷 山无道飞 鹿无的人 朝无庸臣 国无吉民 这是朕的梦中之国 朕答应 定不遗余礼 猕大明 安立民 朱珍貞 朱珍貞 牢記你今日的事業 別辜負了他留給你的這邊 大好江山 真的我要你很久不見的 那天才席 他看得來不見 不見人 你可別有陪伴 為什麼 你覺得准個有陪伴 真的會有陪伴 你不用擔心 你不是不見 你不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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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